大家好,對於官方在未來會有一個20.0遊戲大更新 而其中對於獨立卡俠抽卡也有一個新的制度要來調整 首先在20.0之前系列的卡片像是現在的魔法格沙羅耶 那在這之後就完全無關 而20.0開始的自家系列會比照一個新的模式 官方規劃暫定是在4月底的時候會有 所以部分玩家非常好奇的鬼滅之刃的合作 還是採用舊制度35抽為一包底 回到重點,我這邊直接舉實際的例子 到時候這個卡俠一開始會有10張小獎 而這10張小獎會是新的 除了新的小獎之外,在之後新版本的第一個卡俠 也會有一個1%大獎跟一個4.5%的大獎 再來新第一版的自家系列 1%大獎的機率會是1.5% 而4.5%大獎的機率會是8.5% 然後共有10%的機率可以中大獎 而另外90%就是小獎中獎的機率 而之後當然也會有加倍的時段 那在加倍的時候 第一版的自家系列最大獎的機率會由1.5%變到2.5% 那2獎的部分會由8.5%變到13% 然後中獎小獎的機率就是84.5% 或許這邊還是會有些人對這個加倍的提升有一點疑問 那這邊的話就要看到來到第二個版本的時候 而在第二個版本當中 原本上一個版本的最大獎 也會在第二個版本當中有機會抽到 但是他只會佔了0.5%的機率 簡單來說你之後當下抽卡都有機會可以撈到20.0版本之後的大獎卡片 或許就會有人問 那我幹嘛抽 我以後再抽就好啦 其實還是有差的 因為這些大獎是共用那0.5% 可能我之後的版本已經出到十幾個版本了 那就是有十幾個最大獎的卡片去共用那0.5的機率 那其實你要特地去狙擊那一張大獎還是機率非常低 真的要的話 可能還是要以當下你20抽能夠獲得保底 這是更直接的方式 那第一版本當中不是8.5%嗎 沒錯 扣掉這4.5%是你當下的那一期4.5%大獎 而剩餘的4%就會是你之前舊系列的4.5%大獎 跟大概1%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再來是加倍的部分 首先你1%的最大獎會變成2% 那另外還會有一個0.5%也是最大獎 只是他已經不知道是哪一個時期的最大獎就是了 而4.5%的大獎會變成9% 然後再加上4%不知道是哪一個版本的4.5%大獎 那這個時候獲得小獎的機率跟第一個版本一樣都是84.5% 那這個制度比較特殊就是第一個版本 因為第一個版本當中他沒有在更早之前的系列了 所以你第一個版本當中 大獎的部分都會是同一張卡片 相信應該比較清楚一些 然後又過三個禮拜分別又會有兩種1%大獎 那當然啦其中一張就是1%大獎 而當下還會有0.5%的機率 可以獲得前幾個版本當中的1%大獎 那另外一張就是4.5%大獎 同時除了這4.5%之外 也會有4%可以獲得前幾個版本當中的4.5%大獎 那綜合起來獲得大獎的機率還是10% 而小獎的部分不變 那加倍的話就應該不用多做解釋了 就是1%變2% 那4.5%就會變成9%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你另外那個0.5%之前舊系列的大獎 會因為你的版本越來越多 那裡面的大獎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也如一開始所說 你真的想要1%的大獎 還是要在當下那一期抽到保底 會比較容易獲得 而有人甚至我也問了 那10個小獎難道就要這樣在裡面待一輩子嗎 公公回應我是會適時的替換 但是無法保證什麼時候 因為他們考慮的點可能比較多 可能因為環境版本的關係 又或者可能因為主線 或當下有哪些的活動 都有可能會誕生出新的小獎 但具體哪時候會出來替換小獎 就無法得知了 那最後以上的這個變動 暫定是針對未來的獨立自家系列卡俠 像可能黑金40抽可能這些就無關 而合作的獨立卡俠部分 這邊他們還在討論 至少20.0的版本是自家系列 會打算這樣子來去實施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、問題或不懂的 或者是有什麼意見跟建議 都歡迎在影片的留言處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記得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